自己的车这个换大灯啊 刚好来了个兄弟 他这个喜极奔驰啊 恭喜 恭喜兄弟喜极奔驰啊 完了之后他这个 问我能不能帮他上些牌照 问我多少钱 我说这个 我不是直接上牌的 但是我可以帮他上一下 当时前提是 能不能拍个视频 他说没问题啊 我们看到这个车房所给的 都是这种 现在都是这种不逢的 长沙镇币厚到一般都会给 给足8颗 然后不愿意去买 有些地方呢 很多上次很多朋友跟我留言 说很多地方只给4颗 然后你还要4颗的话 10块钱一个自己去买 还得花40块钱 那就不要坑了啊 但之前大家看到 我们先把这个东西扣上去 上牌这个活呢 其实是挺简单的啊 但是这个车房所 如果他们帮你上的话 收你个50块钱很正常吧 上螺丝的标准啊 上对角螺丝 先不要拧住了 先全部扣上去 大家看到我们先把这个牌照 4个角固定之后 固定之后呢 然后先这个车不错 牌照不能上闸了 所以得上的这个工整一点啊 大家知道这个喵哥 做事的风格 一般情况下还是 还是习惯做的 做的比较扎实点 OK 很完美啊 四脚全部对上了 上的时候呢 不要太用力了 稍微这个拧紧就可以了 太用力了 因为这个上面是个塑料 加一个卡子 太用力了 可能把它上崩了 新车上崩了的话 就这个油比较好闲啊 油在之后 上完之后很简单 然后把这个四个固方上上去 扣的时候呢 稍微讲究一点吧 我这个人做事还是比较讲究 我习惯把这个东西扣正了 把这个字扣正了啊 像我们查查是先A的 OK 前车牌上完 刚才上后车牌 它这个地方下面这两个扣 但是被撬掉了 先把这个塑料板取下来 这个六脚螺丝呢 这个不好取 因为如果没有装用工具的话 我们看到这里就很简单 其实它就是这个地方有个扣 但是这个扣它被取掉了 被取掉了之后 我现在就用这个螺丝把它卡进去 用这个螺丝来代替 大家可以看到 把这两个螺丝卡进去就可以用了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底板上上去 是不是就完整了 是吧 上牌的时候呢 这个 很多朋友可能喜欢去买一个牌照架 这个东西呢 牌照架能够增加它的干性 尤其是这个如果涉水的话 这个牌子没那么容易弯曲或者掉 但是呢 平时如果家用车 你又不是经常去涉水 其实这个东西要不要意义也不大 有些朋友还是用着老式牌照架的 把它拔一边挡住了的 我个人建议啊 大家其实是可以换一下的 不要去冒这个险 这个大致大致固定一下 OK 我们再从这个对解线来拧 那拧螺丝就OK了 把它上针了就行了 上完了之后再把这个四度部分卡进去 OK 谢谢 没事 好了 那我就弄完了 辛苦了 没事 不客气 我 失费 这是 谢谢大家